Communication,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這三個我們可以剛才說的 有些講者都說 這個新的電子世代 和我們寫多了東西 現在走在我們中一、二 和我們可以寫幾千字的文章 他們的Creativity是高了的 你看很多project都看到 他們想的方法 他們想的東西是大人想不到的 他們的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我們一直以來的 encouragement 是有明顯的準確的 還有三個C 就是Collaboration 剛才說的一些業縱 還有兩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達到的 就是Commitment 和Customization 那Commitment 其實我們希望看到 上行不單止是 是懂得那麼簡單 不是追求 我覺得教育不是單止是 吃多少東西 不是剛才Professor Fox說的 就是一杯 一個空的杯 你慢慢浸水下去 那麼簡單 其實同學也有一個 掃養的扶養 也要扶養他的承擔 對社會的承擔 對自己的承擔 這件事我也希望通過 我們教育改革可以做到 還有Customization 其實這個我有很大的希望 就是電子學習可以放到 就是一個比較個人化的學習 以前的一些科技 譬如假科書的傳授方式 就是老師講同學聽的 這個教學的模式 其實是One to many One size with all 的solution 我希望其實電子學習 是很能夠做到 幫到個別學的 不同的學習的風格 和不同的學習的能力 在這方面 我經常在電子學習的論壇 都希望鼓勵各位去研究 就是特殊學習需要 特殊學習需要 其實在外國來說 也都看到不少的 就是用通過技術的層面 來可以幫助到不同的學生 例如有讀寫障礙 可能有讀有自閉症 可能有聽障 有視障 這些其實是一些 已經有的一些科技 我們怎樣可以帶回來香港 比較在荷蘭的廣泊應用 我們香港有些社會人士的觀察 就是我們班這麼大 怎樣可以做得到 我們小班教學 今年是一年班怎樣開始了 每班25人 明年二年班開始 我們全港將會有七成的小學 就是進行小班教學 在中學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小班教學的政策 但是在提供額外老師給一些有需要的學校方面 過去五年我們的師生比例 由18比1變成16比1 其實在中學很多 尤其是高中的選科的過程 那個分組是做得很好 我見過有些學校 就因為知道有些學生 是需要一些特別的幫助的 他們那個組人是特別小的 接著有些是比較可以自己自立多些的 那組人可以比較慢 我們鼓勵和學校 是比較靈活地 可以運用我們給學校的資源 當然不是無國無盡的資源 但是我們給學校的資源 可以靈活地 可以控制學校的班的研究 說回來就是我們未來幾個月 就會做一個先導計劃 就是30家學校 我們希望鼓勵有些新的教學模式出來 我希望今天給各位一個清楚的訊息 這個不是一個硬件購買計劃 這個不是我們很多年前的資訊科技計劃 就說學校要有電腦 我希望除了硬件之外 我們看到一些新的權件的開發 一些新的教學模式的開發 其實我們有一個優質教育機 當然一路以來都提供不少的資源 給學校做很多硬件的購買 很多特別的一些計劃 譬如我昨天去一個QVF的展覽 你看到有不止一個的校園電視台 有2D的畫面 現在去到3D的畫面 也都有通過戲劇去學英文的一些program QVF其實如果在座各位 是有一些其實科技已經相對上成熟 還有很多其他人見到是做得挺好的 其實可以通過QVF去申請 我們這個e-learning的part 我真的想見到是一些新的教學方法 一些新的可以啟動學生學習的方式 我希望做到一些現在我們在香港學習 還未做得到的事情 我們有個都會不會是來自學界 來自業界 還有我們有些官員都在 我們很清楚的目標 就是希望這個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working progress 或者是一個development project 我們希望盡量可以試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這個計劃不是給學校去一個機會 去購買這個IT的軟件硬件的資源 如果那個相對上已經成熟的技術 其實我們有不同的付款計劃 不同的基金可以幫忙 我希望今天給到各位的訊息 就是如果可以各位 從不同界別的朋友可以一起合作 我們真的想一些可以幫助到我們學生 學會學習的東西 我們經常說的 老師也都要那個角色的轉變 真的看到老師在那個課堂 是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學生是真的學到的 我們會問一條問題 就是做了這個東西之後 學生是學多了些什麼東西呢 做了這個project之後 老師是做少了些什麼東西呢 這個小教多學的模式 將會是貫徹我們 Evaluate所有project的一個精神 我希望今天大家借這個機會 亦都可以互相認識 通過這些這樣的研討會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功效 就是可以給不同界別的人 有一個交流的機會 我每次來這些功能都會 認識到一些新的朋友 亦都希望我們在會合 亦都保持聯絡 我們整個partic scheme 會有六個月的Evaluation時間 我們希望有下一個 即是2011月的學年 開始的三年 就在學校裡面 實力地可以做到這個先導計劃 昨天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 知道我們在聯絡會財會 已經通過了我們給 有需要家庭 有經濟需要家庭的上網資助 有了這樣的上網資助計劃 為所有香港30萬的家庭 41萬的學校 有了這個基本的支持之後 我希望可以在聯絡學習那裡 可以做得更快 想我差不多時間了 多謝各位 希望日後再有機會 謝謝